《歧途》 怎麼樣,Michael?玩夠了嗎? 夠了,夠了,很累 那坐下喝一杯水 好啊 你的羽毛球打得不錯,時時玩嗎? 不是,夠不夠了,你真的打得好 我回來香港之後經常都玩,所以比較熟 當然,你有這麼好的環境,只有這塊草地就夠值錢 是我爸爸的 對了,你爸爸的生意這麼好,你沒有打算做生意嗎? 他也想我做生意,不過你知道,我是讀社會工作的,我想做本行 那你爸爸同意嗎? 他怎麼會同意我做社會工作呢?他認為最好呢… 還是不要說了 最好是做生意賺錢 就是了,不過人國有子,他也沒有反對我做社會工作 他說如果我一有興趣入行做生意,就馬上告訴他 那你真是天之嬌子 別說這種事了,喝茶 好提議,去哪裡? 啊,美麗茶樓 美麗茶樓? 嗯 喂,在哪裡呢? 要不要開車呢? 很近的,不過乘的士好一點 好啊 走吧 喂,子明啊 嗯? 你很熟悉美麗茶樓的嗎? 我都沒聽過這個名字 那間茶樓很普通的,嘔嘔嘔嘔嘔 哦,當然是點心很漂亮的 不是啊,很差的 很差嗎? 吃得過的 那為什麼去那裡? 很多茶樓有好東西吃啊 等一會你就知道了 這麼神秘的 多少位? 兩位,有沒有窗口位? 有,請過來這邊 好啊 好啊 對了 有什麼茶? 抱你 好 子明啊 你選個窗口位很喜歡看街嗎? 是啊 那有什麼好看啊? 車,只有車來來往往 不是啊 先吃東西吧,有點心來吧 麥可,說明啊 等一會我有事做 吃完呢,我就先走了,不陪你了 不要緊啦 我喝杯茶,吃點心就走了 反正我都約了人 哦,這樣就對了 今天我總是覺得你神神怪怪的 懶神秘 哦,我醒起來了 你是不是約了李瑤冰喝茶呢? 不是,她是學生來的 約她喝茶做什麼 不是,輔導主任去輔導學生嘛 喂,她最近認識了很多油脂妹 是,在學校輔導就行了 要怎麼出來喝茶才聊呢? 不理你了,我也走了 拜拜,你慢慢享受吧 好,再見啦 喂,阿Sir,有什麼好東西啊? 喂,阿Sir,你看什麼看得這麼入神啊? 哈哈,沒什麼,只看見單 看見單根怎麼這麼入神啊? 喂,對面有一棧東西啊,我介紹你去吧 你說什麼呢,什麼棧東西啊? 對面那些棧街貨色啊 有些是新的, 豬圓肉人, 好讚的 是嗎? 是呀 你有露宿嗎? 有, 你有眼就行了 是呀, 那些女人, 是不是叫左街女郎? 就是那些 我見你幾次, 都眼睛睛瞪著對面街騎扭底 我以為你好在行 我, 我不認識的 對了, 你怎麼稱呼? 我叫阿丁, 有什麼指教? 丁哥, 這樣的, 我是做社會工作的 我想做個調查, 但是又不懂得怎麼找資料 容易到極了, 找資料而已 跟我來, 搞定的 不妨礙你做功夫 我下班休息的, 我帶你去 好呀, 好呀, 那我先賣單 阿Sir, 你看清楚, 站在單邊那個, 穿著紅色衣服的, 看是對嗎? 摩登時帽, 打扮新潮 穿牛仔褲, 帝胸衣服 多性感 那個? 是的, 這麼年輕 旁邊那個好一點 穿綠色花衣那個, 那個好呀 穿綠色花衣那個? 是的, 肥肥的 不過年紀大一點 不要緊 年紀大, 經驗當然豐富一點 我調查資料有用的 阿Sir,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不用說調查的 坦白好一點 是不是? 你旁邊還有一個穿啡色冷衣, 灰色長褲的女人 她也對 那個? 她年紀更大 五十幾歲 你看那些身材, 像碧白桶一樣 這樣也對嗎? 對的 你的眼光是這樣的 丁哥 那你幫我介紹 什麼? 有沒有搞錯? 我介紹 我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沒試過 那我怎麼招呼 很容易 你走過去 看著她 打個招呼 嗨, 那就行了 這麼簡單? 是的 那我試一下 試一下 嗨 聊天 上去吧 地方很乾淨 好, 上去吧 是呀, 上去才談 是啊, 我是聊天和你做調查 什麼都行 我好合作 那就好 叫那個 叫那個 叫他 叫什麼 叫我 好啊 好啊 我很便宜 來, 一起 上去吧 小禎 你行不行 行 怎麼不行 來, 上來吧 好走 我自己走 這個幾個都行 幾個都行 這麼厲害 這個年輕人 一有兩個人 他肯定發燒了 年輕人, 拜託你不要這麼眼淺 做人要看開點才行 人家很驗福 你又不值得, 也無解 有空上來坐 別搞我, 我先走了, 拜拜 真是無膽的 小心點, 走得很快 很黑 為甚麼樓梯這麼黑? 進來就亮一點了 進來, 別怕, 幹甚麼? 裡面都是黑漆漆的, 先開燈吧 光光有甚麼好, 就這樣吧 是呀, 進房裡再說 阿花, 你先坐一會兒, 好嗎? 行了, 小禎, 你隨便 我們還是在廳裡聊, 不要在房裡 不行, 在廳裡怎麼行 不是很方便的 來, 進房裡 是呀, 房裡很乾淨的 床鋪燒過毒的 你們不明白了 我是想訪問你們, 拿些資料的 訪問? 甚麼, 拿些資料? 你搞甚麼? 喂, 你不是來尋花問樓的嗎? 是訪問的 你, 你是不是警察? 你來查安的? 那, 那怎麼辦? 不是, 我不是警察 你們不用怕 那也沒那麼怕 我是做社工的 我只是想來調查 沒有其他意思的 社工? 甚麼來的? 甚麼來的? 社工就是社會工作人員 對於社會一切事務 都要找些資料 要來充實我的理論 奇怪 那你用不用得起錢? 用得起, 多少錢? 一個三百兩個六百 零加貼士 貼士, 加一是嗎? 隨便吧, 隨便你 怎麼樣? 這裡一千, 你們每人五百 謝謝 這麼多貼士 好了, 好了 遇到那個闊老大笑 又不用開工 隨便問 是呀, 隨便問 好 我想知道你們幾時入行 一天有多少收入 為甚麼要做這行? 這些說來就話場 那慢慢說吧, 大把時間 好了 阿勝, 我們有時間限制 過了鐘就補錢了 那又不一樣 請問廖子明先生在這裡嗎? 我就是廖子明了 有甚麼事? 我姓曹 是你們學校的學生家長 曹先生, 貴子弟是誰呢? 是李搖冰 李搖冰? 是呀 他沒有上學兩天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來找他 不過就算我不找他 我也知道他是沒有上學的 慢著, 你姓曹 你是李搖冰甚麼人? 我是他舅父 他自小就沒有了媽媽 他爸爸又不理他 所以我接了他來養 公書教學 一直養到他今年十七歲 又讀到中五 現在就來參加會考了 他...他...他...他很麻煩的 是, 李搖冰最近很深散 時時不上學 家裡又沒有請假 又沒有人聯絡 校方想找你, 但又找不到 是啊 我又回了鄉下一陣子 先幾天我才出來 一回來 我覺得阿冰更加不對勁了 所以我就來請你幫忙 請我幫忙? 是呀 我可以做甚麼? 廖先生, 阿冰時時都說起你的大名 說你是外國留學回來的 你是很有愛心 很肯幫助同學 說你又不喜歡教書 只是想了解青年人的心理 很多人都被你感化了 很多人愛戴, 是不是? 你過獎了, 我明白的 你想我勸一下李搖冰, 是不是? 是呀, 是呀 他這兩天沒有回家 說想退學 還有三個月就會考 為甚麼這樣? 這樣吧 如果我見到他, 我會勸他的 好 好, 阿冰聲, 我先走了 好, 你從那邊出去 等待在美麗茶樓見 好 李搖Sir, 可以進來嗎? 進來 甚麼事? 你正在看書 甚麼書 是佛學書 佛學書 有甚麼趣味 李搖冰, 你兩天沒有上學 又沒有請假, 究竟甚麼事? 我就是來跟你說再見 跟我說再見 我要退學 我找到工作了 今天回來學校 就想請學校寫一張證明書給我 證明你到中五下學期二月中 還有三個月就會考?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是很笨的? 枉你冰雪聰明 很笨嗎? 人家找到工作而已 找到甚麼工作? 做經理的 做經理? 甚麼公司? 我不說了, 我沒空了, 再見 別走, 我想跟你聊一下 你跟我出來 廖Sir, 我很感謝你 不過我不想改變主意 我決定這樣做了, 你不用勸我了 我不會勸你的 不過我想請你喝茶, 帶你看些東西 請我喝茶, 帶我看些東西 來吧, 走吧 來吧, 我想請你去美麗茶樓喝茶 對面那間嗎? 是, 有東西看的 阿師兄, 有幫襯嗎? 我們有空嗎? 是呀, 阿Sir, 上來訪問一下 我們收便宜一點也好嗎? 是呀, 來吧 一次生兩次熟 對不起, 我沒空了 廖Sir, 為甚麼他們抓住你? 別問那麼多, 快走到對面 是呀, 這樣也有 上二樓 選窗口的位置坐 阿Sir, 你又來了 又想物色的新貨, 是不是呀? 有好東西到 丁哥, 不要亂說 我說了, 我有朋友在 是呀, 是呀, 是呀 書院女兒, 還好 廖Sir, 他做甚麼? 沒有, 唐然無忌 普利茶 真的沒有他收 李耀冰, 說回正經的事 你看看對面街 有甚麼好看 對面街, 整條街都很窄 沒甚麼好看 你看不看她站在旗樓底的女人 噢, 喵喵蹦蹦那些 為甚麼他們這麼特別? 每條樓梯口都有人站在 又積穿衣服, 又看報紙 他們做甚麼呢? 等做生意 等貨來 等人來 等人來收貨嘛 你真的不知道他們做甚麼行業 不知道啊 唉, 你真是天真 你有沒有聽過 這種行業叫做左階女郎 哦, 原來是這樣的 那個積積衣服的人幫襯 他們上了樓, 他們去哪兒? 去哪兒?做生意 廖Sir, 為甚麼帶我來看這些事? 我就是想問你 你差三個月都不參加中學會考 究竟我是甚麼事? 沒事, 為了一份好工 真的為了一份工? 嗯 你說謊 工作周時都有 現在香港的失業率幾乎等於零 你怕甚麼武功做? 其實, 我也不知道做甚麼 我知道 你沒勇氣, 怕失敗 我沒勇氣, 我怕失敗? 是啊, 你不敢面對現實 你怕會考失敗 所以逃避現實, 中途退學 我真是想不到你這麼軟弱 平時你心高氣傲 在同學中你從不低頭 這些只是虛榮 你怕會考失敗 你成績低落 所以要預先逃避 假設退學 以找到工作為藉口 別說了 你辜負了你舅父的心機 浪費了尊長對你的期望 一個虛榮又不踏實的人 將來後果會怎樣? 會很空虛的 就像那些沒能力掙扎的人 只好向環境低頭 你說我會像對面那些賣淫的人? 不是像他們現在 是像他們舊事 為什麼? 因為最初他們就像你這樣 不肯接受生活挑戰 他們沒有勇氣和惡劣的環境鬥爭 不肯忠誠而堅強去做人 所以慢慢沉默 搞到今天這樣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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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父找你 你回家 我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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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兵